大兄姊妹平安,我是藝民俊全道 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研读新命记 思想上帝如何透过他的话去提醒和安慰我们 在以色列人真正进入应许之理之前 摩西希望藉着重述以色列人上一代的历史 重新提醒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看重与上帝的关系 并且让他们知道上帝一直看顾他们 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摩西重述选立审判官的前因后果 第二部分就是摩西派遣十二探子 规探迦南地的前半部分 在十几节的经文里面 摩西不仅仅是重述历史 更是多次提到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或者耶和华我们的神 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的人神关系 和当中人神的立约关系 首先摩西简述以色列人 因着耶和华的赐福 人口就多于天上的繁星 在一章十一节里面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正正是要表达以色列人 和上帝的立约关系 及后摩西继续述说 透过各支派的推举 为十二支派选立首领的过程 在当中摩西指出 那些首领必须是有知识 有见识 为众人所认识的人 这样是因为他们需要为百姓 去按公义作断事的审判官 究竟怎样是按公义判断呢? 就是不看外貌 不分贵战 摩西提醒十二支派首领 不应该偏弹权贵 同时也都不应该 惡于倾则于贫穷人 同上帝立约的子民 必须要敬畏他 认信上帝的主权 而自己的权柄 那是属于上帝的 这样也是摩西所说 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真正意思 在个人主义成行的今日 影响基督徒价值观的事情 或者已经不再是强权和架构了 而是个人的喜好 性格 成长经历 或者等等其他因素 摩西提醒我们 基督徒行事判断的重要准则 是按公义判断 我们行事判断 是按圣经真理而行 要是一己的好户呢? 按己意 而不依靠主耶稣的基督徒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伤害其他人 做多久基督徒? 如果没有按神的话语断事 可能就是以神之名 去伤害了多少人 我们愿不愿意悔改呢? 在从述选选立十二支派首领的历史之后 摩西就述说派十二探子去规探迦南地的经过 在一章十九至二十四节里面 摩西四次强调将以色列人 由旷野带到迦南地附近 并且刺下迦南美地的 不是其他神 而是耶和华上帝 头后 他又提醒以色列人 要谨记和上帝的恩药 鼓励他们勇敢前行 相信上帝的供应 在从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摩西依然希望新一代以色列人 触紧和上帝的药 顺靠上帝前行 当我们站在人生十字路口 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 家庭关系的死结 人生世态的无常的时候 我们能够全然相信上帝供应 勇敢地继续走下去吗?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谨记 上帝借着诸耶稣拯救我们 和我们已经立下了盟约 他必定会浅我们的能力 和耐性去面对眼前的挑战 现在就让我们同心 在诸耶稣面前祷告 我们的诸耶稣 感谢你赐下圣经 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去明白你 并且知道你是拯救我们 出黑暗入光明的主 主啊 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 求你让基督徒能够兴起 按你公义的准则去做事 让公平公义临到地上 假若我们面对 熟灵生命的黑暗 肉体的软弱的时候 求你和我们同在 并且赐下力量 让我们继续去依靠你 感谢你随听祷告 祷告 奉我诸耶稣基督得胜之名 祈祷 阿们